《讀書》 你不讀書嘛 我們有學多於上學嘛 這就學了 但那時學的學校很慘 一天被人打到黑 你都不知道 我叫梁町 今年七十一歲 所以我們學師的年代就是 1962年開始學師 一路學 一路跟 一路慢慢做 做到現在 學師當然是辛苦 學師有這麼快 由早上到晚 流程很大 以前學師做完之後 有一段時間跟 學完在店裡做都沒用 一定要走到別的地方做 做完才回來才吃香 魚一定要過堂 不過堂不大 你一進來剪頭髮 剪完頭髮洗頭 洗完頭是吹頭 衫髮 初池輕 現在我們舊式的 油水妝 紅毛妝 花旗妝 三個妝 沒得變的 後期就出了一些新調 就多一些古靈感的妝 最特別的是那些年輕人的頭髮 畸形的 你說我說 又要這樣又要這樣 給你看他的照片是否畸形 是吧 但他需要喜歡 那你也要做 是吧 你生氣也要做 你說我說 做到你自己很生氣 就說現在開了很多 十分鐘剪頭髮那些 變成形成 這些店舖 一路一路 漸漸被人淘汰 還有現在師傅又老了 餐壓又低 那你怎樣形成 有一間店舖 可以開下去呢 所以現在是說 那你不只要做 你不只要用刀片 像一個剪刀 那你不只要用刀片 老人家最愛用刀片 很多人喜歡剪刀 剪刀就是享受 以前用剪刀 現在很多人都不用了 現在多數是用刀片剪刀 因為現在那些刀 一路一路沒人去磨 刀片又不漂亮 又貴又不漂亮 而且師傅現在不磨刀刀 多數用刀片 刀片更快 更離 你現在要剃臉 剃髮腳 剃髮 就用刀片 現在最主要是吹頭的風筒 最尾都是你拿著風筒 跟客人吹回彈塌頭 就算師傅剪得很漂亮的頭也沒有用 最後收科 都是吹頭師傅跟你吹 風筒幾十年了 現在沒有人可以吹回彈塌頭 你老人家一定要吹回彈塌頭 一定要用這個風筒 原來拿這個風筒 整間店最包含又沒有生意 上海店都是靠這個風筒 我師傅吹頭 下欄錢多 拿你的風筒時 三毛指一杯咖啡 師傅拿你的風筒五百七元 好不好 雲吞麵一元 陽春麵一元 咖啡三毛指一杯 我花了你的風筒五百七元 我一個月賺的客欄錢 賺千多元 做一個好的宿舍師 你起碼進來 別人的客人招呼 招完師傅 之後問他怎樣去做 做你自己的本份 最重要就是做你本份 你即使銀行的師傅也沒有用 為甚麼呢 你做不到給別人 你師傅也沒有用 人要求這樣做得到 客人舒服又開心 這些便好 師傅更精神 更維繫做 因為我現在不是賺錢 為是那班老人家 有個鬥口 坐在那裡吹一下水 山巡水都出來幫助我 現在這裏還有幾 還有一班客 幫助了四十一年 還在幫助 現在八十幾 有些九十幾 快來訂閱通視 按旁邊小鈴鐺 給我們點贊和分享喔 如果有甚麼想說的 也歡迎在下面多多留言